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望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邀请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订阅 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就说一下这个 真是美国好盟友 混石月 为什么民意调查这么差呢 因为他做很多事都跟民意都挺背离下的 这次一帮民众就很生气 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有件事件震惊了全球 是前年了 不好意思 前年了 前年万圣节 2024年 有件事震惊了全球 就是首尔利太元 万圣节的大事件 大家知道了 那时候 亦都是因为那里很窄 发生了这些事件令很多人离世 我记得我们澳洲也有人了 那时候还访问 我们有个澳洲仔 有朋友走了 那时候直播 他哭到猪头 他说 想不到这么大件事的 因为那里有很多西人玩的地方 大家认为每个派对而已 应该没什么 平时都这样 结果 周到也是这样 周到也是派对的 真的大件事 真的大件事 我记得是做了几天世界头条 是的 很大件事 因为那些人数 那些伤亡的人数不断攀升 是的 这个韵石月 他就动用了一个否决权 是什么呢 就是否决一项对 2002年首尔尼泰园万圣节 大事件启动新调查的法案 为什么扯到他老婆呢 记得当时 几个星期前 他就用了否决权 说查他老婆 他也是这样 虽然 又否决 为什么整天否决 这是公义 这是公义的事 是的 而且韵石月是做过这个 没有记错的 或是做过这个 是检察官的 只要他这么说 所以大家 你怎么搞错 老婆你就不查 这个你又不查 当时韵石月说不查 老婆的原因就是 这是反对党玩政治 这是 做事 这个不是做事 总是没得说了吧 有了伤亡人数 是国际头条的 不过这么说 他也说 这次也有反对党在帮家属 你是不是跟家属串 不如这么说 你不肯 他就找反对党 全世界都是这样 你找政府做事 肯定是找反对党 因为他才能 挫到你这个当权 家属 悲痛地陈述了 过去一年多两年 希望正义得到新章 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查清楚 但是 为什么总统先生这样也不肯 2002年 万圣节 159人就是离世了 因为离太原的这个大事件 细者家属 原来就去 总统办公室前面抗争 在示威还打算冲击他 这张照片是他们冲击的时候 就请 尹石月总统 为这件事件 做一个特别法案 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 这件法案 就是 在上个月初的时候 在国会 在野党的主导之下 表决通过了 在月中提交给政府 结果尹石月 又用否决权 这个也是他上任以定第五次行使否决权 上一次帮他老婆 这个不关事 但是 难题 我们说你可能觉得是反对党玩你 但是 涉及你老婆 如果是我 我就一定查查到底 结果 当然他也是怕老婆 是不是他打算 不要了 外母已经进去蹲了 老婆不要进去蹲 不是 还自由吗 这个法案 送回国会重新审议 南韩总理 韩德珠 其实也在国务院上说 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 不能够 被用作 被用作政治冲突 和违宪的可能性 辩护工具之前 他老婆 说要查他老婆时 他都这么说 全部都是这样 你就可以无限 说来说去曼能揭 这个是反对党 用来做工具 搞乱我 一直都不用查 他 也否认警方和检察官 就说 他们之前的谈查没有缺陷 没有缺陷就再查一次 不过这么说 那会浪费纳税人的钱 他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举动 就令到 细子家属 和反对党 相当愤怒 反对党愤怒肯定是 你就当他做工具 那细子家属应该不会的吧 他们就认为 政府在这场大事件当中 处理是不充分 一位 是 失去了 孩子 他的儿子没有了 这位母亲叫做 撲英仇 他指责政府 你没有搞错 就说他 想用经济补偿的方法来阻止调查 但他不受这套 其实对于他来说 钱 是有些人来说很重要 但是有些人觉得 我只要真相 我只想我的儿子 走得不明不白 他就告诉英国 他也跟西梅说 因为西梅可能有力 这个不是我们一年来的 努力目标 是我们终身的目标 另一位细子的母亲 叫做宋凯真 一直为自己的儿子 讨回公道的家庭 根本接受不了 运石与政府的立场 原来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年 他真的不说不知道 原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说 南韩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来调查这宗大事件 是不是言下旨意当时的不够独立公正 为什么没有人说 不做这宗什么人不知道 西方也不说 不过 美国的好盟友当然不会说 很多东西隐恶阳线 并且 也确保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负责人 成之于法 是不是 打算拦一些人 南韩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宋斗焰 也支持进行独立调查 另外 这个共同民主党 就是这个反对党 领袖 现在好一点 李在铭 早前他就 被人家动手 也挺严重的 差点收工 差点收工 有些人说他扮演我不相信是这样 看那段片真的很真 真的推过他 是的 全红了 老闆见红了 找石穴政府阻止这个法案的行为 他跟这些 家属一起发声明就是冷血 说他冷血 警方去年 是年初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就位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准备不足 反应不充分 造成这宗 大型事故的主要原因 包括 内政和安全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 都没有因此辞职或者遭到解雇 当然 人们就觉得 老闆好像不多 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这样的呢 还有你之前为什么人家经常说 为什么你老婆那个人是这样 现在你这样 其实被人觉得 你是不是信事 难看 真的难看 是难看的 另外 尹石穴 现在 没错 尹石穴现在面临另一个问题 不过这个老问题 就是出生率下降 搞到南韩 你知道他们都是复兵役的 很多韩星当时都去复兵役的 包括以前好像南韩踢球 什么安征冠都有去过 这个挺出名的 他们很英俊 原来出生率下降就导致南韩的冰原不足 为了解决当下南韩出生率下降导致冰原不足 原来一位南韩教授就提议尹石穴怎么做 最简单的是什么 原来他说有效动员55岁对75岁的男性 组成叫老年军队 但是 老年军队 他们的 配偶 行不行 肯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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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上 如果真的 很讲体力 这个教授就说利用一些自愿入伍的 健康老人家 当然这个观点尹石穴应该没听 但是 在南韩的 这个 舆论引起了争论 我也觉得挺好笑 75岁 我不是说75岁不行 小小弟 小弟 小弟子 小屁子的爱工 72岁还在跑全马 也是全马 我看得到相当好 比我还要好 你看到钓鱼各方面相当能胜任 但是 还是难的 另外 这位教授 他 叫做 崔英震 提出了上述观点 希望尹石穴可以接纳 原来 南韩新政党改革新党 的党府李俊赤 也发表过国会议员的竞选承诺 从2030年起 因为他在4月份选规 在南韩 想要申请成为警察消防员等等公务员 的女性 必须先复兵役 即是女兵也要 这样说 一定要 你记住这个先决条件 有复兵役先给你做女警或者是女消防员 崔先生也说 男女平等 你敢说 南韩的社会跟 日本也有点似 男人的 有传统 对 你讲男女平等 这些时候你讲男女平等 但是你讲国有福利的时候 你就不讲男女平等 不行 叫人当兵你做男女平等 主张女性都应该去复兵役 跟以色列也是 他那个 传统就刚刚好跟你们相反了 他真是 很早以前 男和女都要当兵 没得走 没错 现在 男女平等 所谓女兵也要多些 这样才可以 是个合理政策 同时也说 在解决南韩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上 存在着更有的 他就说 他认同的教授 可以了 找一些老年人入股就可以了 原来南韩目前就有 这位老年人 原来有 691万人当中 有1%的人自愿入股 你记住 自愿不代表 条件旧 说真的 身体各样 你自愿 说明 那就可以 可以确保 有1%的人自愿入股 也有7万人做预备议兵 也是 但是 到了某个年纪 当然有些人是老当益壮 连婆婆也很厉害 还有三国名将 是不是王中 是 也是一位老将 但是 究竟行不行 我就 打个问号 但是南韩现在的确是 人口的问题是严峻的 他们是承认的 冤魂石穴 也说了 会再加大一些 補贴什么也好 金钱上什么也好 这些政策希望大家多生育 你别说了 就算朝鲜也不行 何况南韩 所以 挺难搞的 挺难搞的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